好 我们继续赶快来关注的就是年关将近 这个退休劳工也说他们需要年终奖金 现在立委卢秀燕他提出了 说将要提案修法 不仅退休军公教有一笔年终未问金 就连退休的劳工他们也可以领年终奖金 到时候要比照薪资来提补6%到12%的劳退 当作退休之后的年终奖金 不过一算下来我们就发现了 劳工一年必须要先多缴个1800元的劳保费 因此好多的民众出来痛批 说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笔年终奖金根本是自掏腰包保 在此期间你愿意为你将来退休以后 也有年终奖金的话 那你自己是不是有权利自己去提拨 退休劳工也能像军公教一样领年终未问金 立委卢秀燕提案 劳工每年领年终奖金也要比照薪资 提拨6%到12%劳退 当作未来退休后的年终奖金 以上班族平均3万月薪 年终发一个月来看 劳工一年等于要多缴1800元 消息一出马上就有立委认为不公平 纯纯是心理作用或者安慰剂而已 那这样的安慰剂不如大家想办法 把基本工作提高 或是把这个劳退的提拨率 或政府的负担的部分能够增加 立委痛批军公教年终未问金是政府给 但现在居然要劳工再从身上拔层皮 民众也忍不住抗议不合力 辛苦了一整年 然后要退休才能从那边扣 我觉得好像不太合理 公务人员的费用 还是缴税的人在贪嘛 大家公平原则 景气不好年终都可能领不到 看来退休劳工年终奖金的法案 还没通过已经阻碍重重了 东森财经新闻李全张博翔 台北报道 下集中